113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即将在4月20号到25号在台北市登场 县长徐正卫12号上午在县府前广场亲自授旗 并表示4月3号的地震可能给选手的家庭、学校以及训练设施带来损害 但选手们和教练仍旧全力以赴,准备全中运 而这种精神值得极大的敬佩 也预祝花莲代表队起开得胜 授旗仪式由选手代表杨凯威 接下县长徐正卫手中的花莲献棋 县长徐正卫表示0403地震可能给选手家庭、学校以及训练设施带来损害 但选手们和教练仍就全力以赴准备全中运 希望为花莲争光 而这种精神值得极大的敬佩 在0403七点二级的大地震经过以后 或许我们很多选手的家里可能也有相当的损害 或许我们的学校或运动器材也有相当的受损 我们教练或许家家企协了或许还有很多的工作 修缮的工作要做 但是依旧对于全中运的投入 希望能够为花莲争光 这位阿姨非常非常的敬佩 山会咬地会动 但我们对花莲县的爱不会摇动 希望我们这一次代表花莲县出场的时候 我们在出场的时候大声的喊 我来自花莲 我非常勇敢 我非常的坚强 知道吗 可以不可以 这一届全中运花莲县选手以及队职员 共计有433人 参加15项竞赛种类 而上届全中运花莲 共获得了15斤20赢18桶的佳击 县长许真卫也期盼选手们 能够再创花莲体育竞技的新高峰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